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想想我们现前的处境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灾难 根本原因 这十二个字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对 如果要不能把我们的心形转变过来 我们的苦难决定是有证无疑 决定不可能有好转的一天 也许有同学要问 我能改过别人不改 那有什么用处 有这种念头的 并没有觉悟 也不是聪明人 各位想想 大家都争着往地狱恶鬼这两条路上走 大家都走啊 那我也只好跟着走了 这不是愚人吗 大家都往地狱恶道上走 我能够觉悟了 回过头走菩萨道 这是多么的幸运 所以我们今天不论别人能不能改过 从我们自己本身改起 我们本身能改 确定改过来 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自读读读读 不要认为我做与别人没关系 关系很大了 我们天天念回相机 若有见闻者 习发菩提心 有见有闻的 这么多人当中 总会有一两个 见闻道之后 他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就改过自信 教会的对社会 产生影响 尤其是我们肉眼见不到的 天地鬼神 鬼神见到了 也赞叹 卧神看到了 还赞叹 你难得 所以在今天 第一桩要紧的事情 习争论 明辨是非 熄灭 争论 这个是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 对症下药 今天 我们看到 李牧原居士 给我看一个小测试 叫四字号 里面 有不少篇文章 全部都是 引力批评 夏年居老居士的 会记本 他这个小测试 我听说 送到许许多多杂志社 要求他们刊登 此地 杂志也有刊登 这被我 宣扬这个本子 我宣扬这个本子 也有一个好处 我尊师 忠道 我老师 叫我学这个本子 叫我宣扬这个本子 我对于老师 有信心 我就是做错了 堕地狱 这一条 可以给社会大众 做保养 一生 决定不违背 老师 我老师 一生的行义 我见到了 我敬佩 我佩服到 乌提特地 他老人家 一生的行义 不论是文章道德 他的羞耻 他的鸿华护华 十多出家人都比不上 所以今天天下人都指责我 我也不会改变 我如果改变 那我就是被私叛道 我就错了 你们可以批评 你们可以侮辱毁谤 我不可以 因为你们不是他的学生 我是他的学生 子不言复过 学生不能称老师的过失 我能做这个好榜样 我想也就够了 纵然堕地狱 我也欢喜 希望局势之人都懂得孝谦 都懂得尊死 熄灭纷争 所以别人怎么样对我 我不会回一句话 别人打我 我不会回首 骂我 我不会还口 我没有学问 没有智慧 没有德行 这几句老师教我的 我一生奉行 我决定不会违背 忍让重要啊 夜装四寝 离四因果 深广无济 我们能看清楚了吗 佛在经教里头 一再告诉我们 佛无有定法可说 佛的说法 只掌握到一个原则 治众生的弊病 众生有什么病 就要用什么方法对治 每一个时代的众生病 不一样 足思大德 代代沉传 他们有智慧 他们了解现况 现前的状况 如何依据佛陀所讲的原理原则 灵活运用方法技巧 这叫善侨方便 否则的话 善侨方便怎么讲呢 宋朝时代 黄龙书居宿会集 就是善侨方便的 那个时候的书籍流通量 非常稀少 宋朝手还是手抄的 没有印刷 一个人 想在一生当中 吴中云一本都读到 几乎都是不可能 以王龙书 这样的身份 地位 财富 都没有办法完全收集到 这个吴中云一本 他只看到四种 这个艰难 可想而知 他是什么心会集的 我们要能体会 龙书居宿 站着往生 他要是有罪 他怎么能往生 他怎么能够生死自在 他怎么能够生死自在 黄连珠老居宿 告诉我 对于 汇集本的纷争 还有几年 夏连珠老居宿 往生的时候 说过 这个争论 大概要到 2004年 他讲 底下一个猴年 所有 所有 这个妖魔鬼怪 会在这个世间消失 正法 逐渐逐渐 会复兴 在这个时代 发入魔墙 佛弟子很可怜 要受尽 一切侮辱 受尽 一切 灾难 只要有一个 兼人不拔的信心 我们把这个灯火 传下去 《无量寿经》 这个汇集本 说在家 我们也非常欢喜 今天在全世界流通 数量 我们概略的古迹 差不多有 一千万册 这个十年的流通量 一千万册的本子 流通在全世界 我想 魔 有再大的神通法力 要把它全部消灭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后宽 有三宝 龙天 拥护 我们有信心 今天我们处事 我们 讲经设法 总标题 学为人私 行为示范 这两句话 意思 就是要我们 新鲜 给社会大众 做个好样子 今天社会大众 竞争 不择手段的竞争 我们要做个什么样子 忍让 不拧就 不争我人 我们要落实 毁谤我们的人 无辱我们的人 陷害我们的人 我们对他尊敬 决定没有一丝毫的怨恨 有一丝毫的怨恨 我们就不是世尊的学生 在圣经里面 不齐贪爱 逆经里面 不齐惩慧 常常保持自己的 清净平等觉 以真诚慈悲 除世待人久 这是佛教我们的 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什么是忠良 什么是柔顺 忠 我们看看这个字 这个字也是会议 这个心要忠啊 不能偏 偏就邪了 所以忠跟忠是一个意思 要把心摆在阵中 佛家将忠道 跌义 儒家将忠勇 不可以有丝毫的偏邪 不可以有丝毫的偏邪 什么是偏邪呢 你在这里就体会 什么叫忠 忠就是弥陀经上讲的 业心不乱 业心是忠啊 二心就不忠了 二心就骗了 谁能做到忠呢 在华阴经上那是个标准 发生大死 利益妄想分别执着 你的心才忠啊 你有分别执着 这个忠就没有啊 领善良 忠落实在形象上 善良 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 柔身 柔是柔虎 你看现在这个世界 女强人 不好听 强是刚强啊 吓死人啊 顺是什么呢 随顺信的 这个说法标准太高了 我们反复走不到啊 我们把标准降低 随顺 事出世间 圣贤的教会 这个我们可以做到了 事出世间 圣贤 存心 行事 他们都是随身 自信 都是信的 流露 尤其是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现 是信的 圆满的 行路 所以 事出世间 圣贤 已经给我们做了个榜样 空了父子 实现给我们的武德 实现给我们的武德 我们要记住 要学习 温量 恭敬让 温就是柔 温柔 善良 恭敬 忍让 姐姐 父子武德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柔顺两个字都在这个武德这种 所以 字的意思 我们要懂 我们要清楚 男女 结成夫妇 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是菩萨 是菩萨 事业 是教化众生的 是给世界 所有家庭 所有夫妇 做模范 是这么一种事情 你懂的这种事情 一切众生 得多了 一切众生 都历苦 得多了 这个功德 利益 是这一对菩萨夫妻修的 他是行菩萨道 他是来视线度众生的 是给世界人做好样子的 这叫在家学佛 如果不懂这个道理 那我们这个佛不就不学了 甚至 我还听说 有一些学佛的同修 不学佛的还没事 学了佛之后 家里不好 天天吵架 他还自己 以为自己修得不错 修得很好 一家人不学佛 都要堕落 将来都要堕山土 这对佛法了 完全是误会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你知道这叫多难 把佛的意思结错了 想想经教里 这个佛常说的 菩萨俗在之处 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这一位学佛的菩萨在家里 叫一家人都生烦恼 他这个佛怎么学着呢 真正学佛了 家里有一个人学佛 一家人都猴落 这个才如法 为什么一家人猴落呢 六合尽 那我们看看今天 学佛的家庭 学佛的寺云 居士学佛的道场 像联系居士林这一类 我们仔细观察 哪个道场 活活气气 这个道场的大众 一团活气 活气决定兴旺 做生意也说 活气身材 家伙万事兴 有一个人真正学 他就是以身作则 自己做个典型 做个榜样 决定能感化一家 你要不相信 你去念念古书 圣王 何以能感化一家 那一家人是最难感化的 最不容易感化的 他居然能感化 什么原因呢 真诚 慈悲 智慧 你只要有这三个条件 没有不能感化的 不能感化 我这个三个有确信 我做的不够 做的不够好 果然做的很圆满 哪有不能感化的 所以我们要认真 陆离 一交 封信 要做到 男 要做到 重量 女 要做到 乳顺 厨师 带人 借我 决定 要学 忍让 决定 不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就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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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